2006年的6月18日 05-06赛季的NBA总决赛天王山之战 在迈阿密的美航中心打响 这场比赛将直接决定着冠军归属 两支球队自然拼尽了全力 撕咬到最后一秒不分胜负进入加时 加时赛 悬念停留在最后1.9秒 韦德在诺维斯基身上博德罚球 热火反超对手领先一分 但是小牛仍有起死回生的时间 他们决定设计一次边线球绝杀战术 彻底扑灭热火夺冠的念头 然而一生绍响后 达拉斯人梦断南海岸 05-06赛季的季后赛 早在第一场比赛开始之前 在大部分人看来 总决赛的对阵双方就已经被提前确定 毫无疑问 今年将是去年总决赛的复刻 活塞五虎和马刺铁骑二番战 活塞和马刺在05-06赛季的常规赛 高居各自半区的榜首 分别拿下了64和63胜的传奇战绩 明显与绝大部分球队拉开了一个档次 活塞五虎决定卷土重来 未免棍军马刺所向披靡 如日中天的邓肯更使空前的强大 好像没有第三支球队能和他们抗衡 但是在21世纪每一秒钟都在发生着巨变 NBA的球队也不例外 就当活塞和马刺向着总冠军发起冲击时 历史的车轮缓缓地挡在了他们的身前 热火和小牛 两支在本赛季迎来蜕变的球队 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达拉斯小牛 小将军艾弗里约翰逊在上个赛季 临危受命 接棒老尼尔森 成为小牛的领军人 他将自己的铁鞋与坚韧 注入到这支小牛的血液当中 打出了当季最长的13连胜 以及创队史记录的60胜 只是因为同赛区的马刺 极具统治力的63胜 让这支60胜小牛只能在西部屈居第四 他们分别轻松干掉首轮的对手 季后赛的西部次轮 NBA历史上最传奇的牛马大战 拉开序幕 最终小牛在第七场笑到最后 在解决了太阳之后 成功挺进总决赛 这是他们第一次得到西部冠军 也是他们第一次杀入总决赛 热火在05-06赛季 吸引了大批老将的加盟 手套佩顿 硬汉莫宁 波士顿双子星 安东尼沃克 以及白巧克力 贾森·威廉姆斯 他们大部分都是已经进入生涯 暮年的全明星球员 来到迈阿密组成的老年复仇者联盟 为的就是终结自己生涯无贯的诅咒 他们在东部决赛上对上了火塞 同样六场解决战斗 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东部冠军 第一次总决赛之旅 2006年的夏天 NBA必定将会迎来新王诞生 系列赛的第一场在达拉斯举行 小牛的坚韧和强大显然超过了迈阿密人的预料 达拉斯人成功捍卫住了自己的主场 连下两成取得了2比0的领先优势 几乎将热火推到悬崖边上 回到南海岸 年轻的韦德天神下凡 带领热火吹响了绝地反击的号角 他们将三场胜利留在迈阿密 在闪电侠的嗜血奔袭下 达拉斯人军心溃散 迈阿密人在第六场捧起了对视第一座奥布兰杯 那一轮系列赛 杀红眼的韦德场均能够砍下34.7分 7.8个篮板以及2.7次抢断 个人得分占据了全队的37.4% 他也毫无悬念地当选了FMVP 并且当选2006年美国体育画报年度最佳运动员 以及ESPN官方评选的近50年来最佳总决赛个人表演 新网登机到处都是赞美的宋哥 一些质疑和揣色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 就如这个世界上各地的史书一样 所有人只记得2006年无人能挡的闪电侠 达拉斯小牛注定将成为历史的主角 但是一个背负罪恶的史官 他记录的NBA历史和大部分人眼中的并不相同 充满着黑暗与权益交易 2007年年末 曾经在NBA担任13年的裁判多纳吉 因被指控在自己担任裁判的比赛中参与博彩而获行入狱 他在狱中完成了自传《名少NBA中的欺骗》 其中就有2006年总决赛 裁判在NBA的受益下 帮助热火完成对小牛的史诗级密传 在他的叙述里 小牛在取得2比0的领先时 联盟觉得他们已经占据了绝对上风 为了延长万寿瞩目的NBA总决赛 他们决定利用特殊手段帮助热火渡过难关 以获得更多的收视率和收益 只是他们玩得太过火 小牛一时没有缓过来 也就让第一枚冠军戒指迟到了整整五年 而支持2006年总决赛黑木论的最好证据 就是整个系列赛此起彼伏的哨声 热火的FMVP的场军罚球出手16.2次 比奥尼尔的8次和诺维斯基的9.2次要多得多 更显眼的是 韦德在热火0比2落后的第三场开始 罚球的数量就开始飙升 每场大量的罚球 也让这位年轻的FMVP场军 能够在罚球线得到12.5分 在詹姆斯哈登获得MVP之前 这可并不是一个常见的数据 最让人诟病的是 在热火的今天四场翻盘中 有三场分差在三分以内 韦德在这三场比赛的罚球数 飙升到场均21次 而在热火碾压小牛的第四场 仅仅获得9次发篮 所以许多人选择相信多纳吉的言论 认为小牛是在裁判的干扰下 输掉了总决赛 当然 巅峰时期的闪电侠无人能挡 小牛没有防守专家 能够接管韦德肆无忌惮的 无差别屠杀 为了抑制住热火的进攻箭头 小牛只能用犯规阻挡他进攻的脚步 而他们针对奥尼尔的砍杀战术 让小牛每一节的罚球数迅速上涨 以至于韦德遭遇非投篮犯规 也能让他站上罚球线 但这些并不能解释 裁判在一些决定比赛的关键判罚之中 出现了有明显倾向的判罚 干预了比赛甚至系列赛的结果 2006年总决赛的第五场 天王山之战 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势在必得的比赛 诺维斯基仅仅取得20分8篮板 但是特里砍下35分 约时霍华德得到25分10篮板 三人均出战50分钟 包揽了小牛80%的得分 而热火这边几乎就变成了韦德的个人秀 他上场50分钟砍下了43分 四个篮板 四次助攻 外加三次抢断的恐怖数据 值得额外说的数据是 他本场的罚球是25中21 恰好和小牛的全队罚球数据一致 这样的数据在后来的球迷复盘的时候 总是相当刺眼 而决胜时刻的最后一声少奖 也让这个夜晚成为NBA历史上 最首争议的总决赛天王山之战之一 在加实赛的最后一刻 韦德在最后9点1秒执行最后一攻 他在乱战之中遭到诺维斯基的防守博德犯规 获得在罚球线上反超比赛的机会 此时的时间仅仅剩下1.9秒 他们仍有一个暂停 可以布置一个半场边线球战术 在最后一攻中找到一丝生机 小牛主教练艾弗里约翰逊 以及约时霍华德 也在韦德投进第一次罚球之后 向裁判示意 自己要在两次罚球结束之后叫暂停 这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要求 在NBA过往的无数次比赛中不断的上演 但是主教练克劳福德 在韦德第二次罚球之前 吹响了暂停的哨声 仅仅一个罚球 仅仅是全场和半场罚球的差距 但是对于只有1.4秒逃出生天的小牛来说 无异于直接判了死刑 艾弗里约翰逊反复强调 自己的暂停是比出了2的手势 但是克劳福德坚持自己没有看到这个手势 坚持判定小牛在韦德的两次罚球之间进入暂停时间 最终韦德稳稳罚进反超罚球 德文哈里斯在全场狂奔中最后的三分尝试 无中而返 小牛输掉了关键的天王山之战 当德国天王诺维斯基从通道离开球馆的时候 这个本来温柔和善的欧洲大个子出奇的愤怒 将满腔的怒火宣泄在热火放在通道里的热身器材上 而这一次吹法也彻底影响了小牛球员对于第六场比赛的心态 直接导致整个系列赛的彻底溃败 当我们现在回想起那场充满争议生的天王山之战 如果小牛在最后的1.9秒得到一次边线球的发球机会 他们能够抓住机会完成绝杀吗 没有人能够笃定这段并不存在的历史 但那个瞬间恰恰就是传奇时刻诞生的舞台 想一想NBA历史中那些决定系列赛走向的杀手 有诸如乔丹这样的天王巨星 也有费舍尔霍里这样一战成名的小人物此刻 2006年的那只小牛 也许也会有一个人站出来创造奇迹 虽然结果并不绝对 但是裁判不应该强悉让他们失去创造新历史的机会 虽然在多纳吉案件之后 尽管对当时的NBA的裁判程序进行了大量调查 但是都无果而终 但是大卫斯特恩多次公开抨击多纳吉 并且让整个NBA和他划清界限 强调他只是NBA裁判中的个案 最终也的确只有他一人受到惩罚 多纳吉到底是一个恼羞成怒的替罪羊 还是一个泼脏水的无赖 我们现在都无从得知 但是对于当时在总决赛挥洒热血 追逐梦想的两支东西部冠军球队来说 被卷入这样阴谋的舆论漩涡 实在不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待遇 对于球迷来说 2006年总决赛带来的争议和讨论 以及关于联盟阴暗面的揣测 让很大一部分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失去欣赏比赛的兴趣 假赛终究是一场没有赢家的交易 希望多纳吉终究只是个例吧 说起近十年左右的超级中锋 很多人都能够想起 霍华德和姚明对于禁区的同志 但是渐渐地忘去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他18岁时就与巅峰莫尾的奥尼尔湖口 年纪轻轻就帮助胡人夺得两连贯 成为仅次于魔兽的联盟第二中锋 甩开同龄人一大截 11年后他29岁 当所有同龄运动员逐渐进入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 曾经风光无限的天才却沦落到无球可打的境地 甚至遭到香港半职业联赛的机用 安德鲁·拜纳姆是什么摧毁了你 拜纳姆出生在新泽西州的平原市 和许多天赋异禀的巅人一样 他从小有着远超同龄人的身高 以及对于篮球进去的统治力 在圣约瑟富高中 拜纳姆场均能够得到22分 16篮板和5次盖茂 成功入选了麦当劳的全民身赛 此时的他虽然年仅18岁 各方面都显得有些稚嫩 218公分的身高 肩宽屁股大 对于篮板和盖茂的时机 有着敏锐的嗅觉 光是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天赋 拜纳姆已经足以统治同龄人的赛场 对于此时的拜纳姆来说 他并不满足于一时的赞美与荣誉 早早地将进入NBA 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为此 拜纳姆日复一日地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 渐渐地他修炼出了魔兽羡慕的中投手感 以及鲨鱼眼馋的拔球主心 再加上无往不利的独门小勾手 年纪轻轻的拜纳姆就展现出了 成为一名出色传统中风的情志 在美国媒体日常吹捧天才中风的新闻里 拜纳姆被他们称为下一个张布伦 2005年的选秀大会 此时的他距离18岁还有116天 但是洛杉矶湖人决定送给这个年轻的孩子 一次一份提前的神恩礼 他们在首轮的第十顺位选下这个孩子 拜纳姆也因此成为NBA游史以来最年轻的救援 在星光闪耀的好莱坞 此时的湖人正经历时代更迭的阵痛 蚕食索要高兴无果 手套费盾被送到了波士顿 邮差马龙宣布退役 最重要的是曾经作为湖人定海神针的 三联FMVP奥尼尔被清仓甩卖到了迈阿米 过去三联冠的王朝班底以及F4的豪华阵容正式解体 只留下科比·布兰特与球队签下了一份 七年1.36亿的长约 小飞侠在洛杉矶的一片残垣断壁中 宣告湖人新时代的到来 拜纳姆的补强对于刚刚进入重建期的湖人来说 无异于杯水蛇心 没有人会对一个毛都没长期的大男孩抱有太多的期待 但是又忍不住让人拿他和过往如日中天的奥尼尔进行对比 这个孩子能添上多少奥尼尔的空缺呢 2005年11月2日 拜纳姆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里程碑 他在面对绝今的比赛中登场 成功打破NBA史上最年轻的出场球员的记录 此时的他刚刚成年6天 但是令球迷们失望的是 拜纳姆在自己的菜鸟赛季出展46场 场均只能拿到可怜的1.6分 1.7篮板和0.48盖帽 看着孤军奋战的科比 情绪低落的球迷拜纳姆感到十分的沮丧 从小对NBA的向往是为了在最顶级的赛场里 与世界一流的球员厮杀 然后以胜利者的身份接受球迷们的欢呼 而等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刻 眼前的场景却和想象中截然相反 呼人的球迷们总是感慨过去的中锋有多么的强大 拜纳姆意识到 只有正面击败奥尼尔 才能让呼人球迷真正认可自己的实力 正面击败奥尼尔 别搞笑了 怎么可能 2006年1月16日 鲨鱼回到斯泰布斯中心 在上半场进入到最后一分钟之前 奥尼尔面对继承自己位置的年轻 在回房的时候 拜纳姆还撞了一下奥尼尔 似乎是对呼人禁区的主权宣告 让鲨鱼十分生气 此时的拜纳姆虽然年轻 但是坚韧而又聪明 同时又有着对胜利的野心与渴望 这是他在本场比赛出战的四分钟里 得到的唯一一次得分机会 但是无论是全场起立欢呼的观众 还是为他撑腰推开鲨鱼的科比 都意味着 呼人已经真正认可了他的未来 大鲨鱼似乎也在他的身上 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 在后来回忆这一幕时 他无不感慨地说道 他瞪了我一眼 但我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中风的未来 这呼人的禁区 被来自波士顿的仇敌冲击的七零八落 拜纳姆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如果自己能帮球队做得更多 就一定能够夺得总冠军 08至09赛季 商与付出的拜纳姆仿佛完成了蜕变 2009年1月21日 在呼人对阵快船的洛城德比中 攻下42分和15个篮板 也有过单场32分30篮板的豪华数据 不知不觉间 除去伤病不断的姚明 这颗大男孩已经成为球迷口中 仅次于魔兽的第二中锋 2009年总决赛 面对在冬决无所不能的第一中锋 护华德 拜纳姆的贴身缠斗让他十分难受 在他的帮助下 呼人终于捧起了阔别已久的总冠军奖杯 一下就是两座 在很多人看来 年仅22岁的拜纳姆超越 霍华德只是时间问题 总冠军带来的不只是荣耀和赞美 同时带来的是空虚与欲望的泛滥 拿到了两枚代表最高荣誉的总冠军钻戒 又得到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大合同 而且好像自己无论做什么 也只能听到呼人求眉的包容和赞美 这一切 对于这个17岁就进入洛杉矶名利场摸爬滚打的拜纳姆来说 是甜蜜的蜜健 又是致命的毒药 这样高的位置让他看不见脚下的路 他的下一个目标又干着什么 即使拜纳姆在11-12赛季打出巅峰的水准 并且代替受伤的姚明成为西普全明星的首发中锋 但是在一圈圈的光环之下 球迷们还是发现拜纳姆变了 呼人的传奇中锋贾巴尔 曾经想把自己的天沟绝技传授给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巨人 但是他失望地发现 过去为了进入NBA勤奋练习的年轻人 如今不愿意训练也不愿意进步 甚至对待这位老前辈有些目中无人 你这个老头懂不懂球啊 在球场上 拜纳姆的脾气也像一个还未成熟的大男孩一样 他会在比赛结果已经尘埃落定时 蛮横地抢走队友手中的球投三分 越投越上瘾的他 甚至开始明目张胆地在比赛过程中 站在三分线外要求 面对加索尔被格里芬侮辱兴的格扣 身为队友的他没有忍住笑了出来 而球队失利 在科比一脸沮丧的表情外 拜纳姆的笑脸却格外的灿烂 对于球队 没有胜负欲也缺少团队精神 但是在对手眼里 拜纳姆就是联盟里臭名昭著的恶汉 在对阵森林郎时 拜纳姆因为不满裁判的判罚 一肘子盖在了巴恩斯的脸上 随后被驱逐出场 在2011年对阵小牛的季后赛里 拜纳姆依旧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 面对巴里亚的上篮 占据绝对高度优势的拜纳姆 本有机会完成封盖 但是他还是选择用肘部攻击巴里亚的肋骨 巴里亚因为疼痛而在地上不停地翻滚 而裁判立即将拜纳姆驱逐出场 他此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脱下自己的上衣 表示自己的不满 这让一旁的阿泰斯特都倍感无奈 在山猫猫王杰拉德华莱士的一次上栏过程中 拜纳姆又是一记铁肘击打在他的身上 造成五根肋骨骨折 其中一根扎进了肺部 差一点就被拜纳姆杀死在NBA的赛场上 后来拜纳姆遭遇严重的欺伤 虽然并不能算是能够毁灭职业生涯级别的恐怖伤病 但是拜纳姆在养伤期间 为了看世界杯拖延手术时间 又未经对一允许飞到澳门玩蹦极 丝毫没有一名职业球员该有的职业素牙 忍无可忍的胡人终于将拜纳姆交易到了费城 此时谢伦的总经理还不信邪 认为之前的场外新闻都是媒体编造的 他依旧认为 年轻的拜纳姆又成为舰队基石的潜质 但是连科比都管不住的拜纳姆 又怎么可能再费城安下心来 拜纳姆开始频繁地更换发型 有传言 他甚至会在比赛的中场偷偷跑去发廊 在养伤期间 他还有闲心来到花花公子的拍摄现场 装模作样地指导拍摄 他的所有行为都只顾自己开心 人见自有天收 终于他在玩保龄球期间造成了二次受伤 赛季报销 齐乐人管理层在看到拜纳姆胡作非为后 还能领走1689万美元的工资 终于勃然醒悟 他们不但没有选择与拜纳姆续约 甚至还为当初那笔得到他的交易 向所有的球迷们道歉 2013年 又是一个不信邪的球队 骑士宣布与拜纳姆签下两年2450万美元的合同 但骑士还是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拜纳姆在第一年的1200万 只有一半是基本工资 剩下的要看他在场上的表现 而第二年 骑士则拥有球队选项 本以为拜纳姆会因此受薪 将注意力放回到篮球场上 但是两年前还在全明星赛上 担任首发中锋的拜纳姆 如今却场均只能得到8.6分和5.3篮板 作为中锋 他的命中率只有42% 但是更让骑士管理层傻眼的是 拜纳姆居然把球队助教的老婆给睡了 这大概是真正意义上的赔了夫人又折兵 骑士宣布对他无限期进赛 同时急于为他寻找下家 正准备重建的冤大头公牛挺身而出 将自己的全明星小前锋洛尔邓 作为筹码为东部的兄弟排油解难 不过公牛也是对拜纳姆的拆架能力有所耳闻 在合同转为完全保障之前 管理层马不停蹄地将拜纳姆裁掉 拜纳姆后来在步行者有过短暂的上场 最后因为年轻时不好好养伤留下的病根 膝盖持续肿胀积水 彻底告别了篮球场 他的告别有多彻底呢 甚至连香港半职业联赛中 假二级别的球队都看不上他 而此时的拜纳姆才刚刚29岁 虽然他的名字听上去总给人仿佛生活 在上个世纪一般久远 但很多人也许不知道 他其实只比库里大了半年 如果时间能够定格 球哥永远喜欢拜纳姆与鲨鱼互扣的那段时光 虽然不是他职业生涯最巅峰的时刻 但是那时候拜纳姆自己而已